4月12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远程会诊中心,来自该院重症医学科与影像科的抗疫一线专家,向巴基斯坦、英国、瑞典的同行专家分享新冠肺炎患者诊疗和救治经验。 会议上,该院影像科主任医师吕维复,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潘爱军两位专家,分别围绕不同临床分型新冠肺炎的CT表现,新冠肺炎危重病人的救治等主题进行讲座。 两位专家就国外同行提出的新冠肺炎患者筛查,病毒检测,轻症与重症患者治疗差异,出院标准等问题进行详细解答。 参会的巴基斯坦、英国、瑞典各家医院的专家同行们表示,他们在交流探讨中找到了问题解决思路,后期会将这些方法应用到抗疫工作中。 他们向中方专家表示感谢,并希望后期通过邮件或视频会议等方式进一步沟通交流。 他们提出的问题肯定是带有普遍性的或者是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那些有些问题还是有增议的问题,需要跟我们的共同探査。 这个我觉得应该说是基于临床时期需求的,更铁切一些。 视频会议上,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工作人员与安徽专家进行了对话交流,并对会议内容进行了转播。 据了解,此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已选派多名专家参与支援意大利、伊朗等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先后与波兰、泰国、印度、德国、俄罗斯等国家的七十余家医院,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多学车远程交流活动。 我们也期待今后有更好的机会,那么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把我们国内的以及中科大的经验与国际的同行来进行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